小奇迹连续两天晚上都在拔树 4月15号和16号 来吧每天都是植树人 当园丁呢 而且这棵树的树叶颜色 明显跟其他树的颜色不一样了 有点烟巴巴的 估计这棵树是活不了了吧 今天四川电视台的官方媒体 在现场拍小奇迹呢 之前看到好多官媒的宣传片里面 大熊猫基本上都是花花 小奇迹也是国际明星呢 期待在官方媒体的宣传片里面 看到小奇迹的身影 在四川的宣传片里面 不管是文化宣传还是旅游宣传 基本上都会出现大熊猫的身影 好多的外地朋友 我说你们到成都来玩呢 到四川来玩呢 他们就说会的 会来四川看熊猫的 把王来爸打扫院子 和小奇迹在院子里面玩耍的视频 合在一起了 牢补一下爸爸在家里面做家务 乖乖大好儿自己在一边玩耍 当然现实当中 奶爸是不会去近身接触小奇迹的 都是小奇迹回到泪舍之后 奶爸才会出来打扫卫生 小奇迹现在对于四川花 是完全可以听懂的 奶爸应该经常跟他有说话聊天 这是三月底的视频了 笋子都是剥好了直接喂的 真的好宠小奇迹啊 我自己的习惯就是会跟自己家里面的猫猫狗狗说话 不只是猫猫狗狗啊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什么刘啊 鸡啊鹅啊 这些都可以跟他们说话的 其实这些动物是很有灵性的 跟它讲话之后 它慢慢就会听懂我们的话了 小奇迹应该也是这样 天天听奶爸的练导 所以语言的变化 适应起来就会快一些了 小奇迹跟它的鸟儿朋友 又是一幅岁月静好的美好画面